好,我们大陆的 比如佛教里边的佛或者菩萨 他们有没有这种欲望 如果欲望是不太好的话 那么这种居士或者是出家人吧 这种修道就是修炼 或者是希望自己成佛或者得智慧 所以这种欲望到底是算好的还是不太好的思念 你的问题很务实 也很有价值 也看得出来你内心很诚恳 非常好 首先是这样讲 是的,是来自于欲望 欲望有没有好的跟不好的 有 不但有 我还跟你讲 叫做恶欲跟善法欲 你看他就讲善法欲 善法之欲 好,那恶欲就是就讲欲了 那就不谈恶 他就不作为加一个字 特别讲他善的欲望叫做善法欲 那么一般就叫做欲 欲爱 可爱 欲望 他就会这样讲 那这个是什么呢 欲望又分中庸型的恶跟极端恶 极端恶就是违背了他人的自在 比如沙道淫 偷窃 这些 这种欲望就极端伤害他人 那极恶欲 那么呢 善法欲有两类 世间善法欲 比如说做个好科学家 做一个好老板 做一个好丈夫 努力的相夫教子的好太太 这叫善法 这是世间善法欲 这是好欲 那还有另外一个欲呢 是更善的欲 你刚刚讲的那个 解脱之欲 利益众生之欲 为一切众生的解除苦恼 而我愿意去努力 追求能力能量 来讲解 来度化 来帮助一切我所知道苦难的众生 成佛欲 这极端善法欲 出家是这个欲 那中等好人是第二种欲 叫世俗善法欲 这都是好欲 那恶欲又有两类 一类是 我是想吃吃牛排 想喝喝下午茶 想放逸个两天 好好玩他个耍废 玩他个三天三夜 这样子到夜店里的唱他个三天三夜 耍废就好 这叫浪费生命 但还不至于让别人受伤 懂吗 这种也是叫恶欲的一种 但不会伤人 钓鱼 看起来不伤人 但伤鱼 理论上是伤鱼 伤了自己 伤了自己的善良 但在一般人来讲 那算好事嘛 钓鱼 疑情也性 也个头类 也性 但他就觉得这样很好 这叫善 这叫做恶欲当中的 世间可接受的 那世间不可接受就已经几乎是犯罪 这种欲 或者不犯罪 犯什么 犯道德 劈腿 这个婚姻不忠诚 这个与人签约 不履约 乃至于对人讲话 对朋友不易 对父母不是很尽孝等等 这一类 看起来也不能警察来抓你 但是情绪上 或者是道德上有亏 这样了解吗 是这一类 所以有善有恶 接着你再问 那怎么这样 离恶就善 应该是你的意思是这样 减低恶增加善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解的层次 你得听我说 懂了 什么是恶法御 什么是善法御 我得先分清楚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然你连钓鱼就觉得很好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吃牛排尽吃 你说牛生下来就给你吃的 哪是这个道理啊 你看你就跟牛讲一下 说来你的肉给我吃 看他是高兴还是跑掉 对不对 他的恐惧是你的满足 一个人类叫做万物之灵 可需要这样过日子吗 你看看我从大山之后吃素 你看我讲到现在 我早餐没吃耶 我早餐没吃耶 因为你们来太早了 你懂我吓坏了 你懂吗 我赶快整理 当然我喝了一杯 一杯东西啦 是这样的 你觉得我现在讲话软弱了吗 我吃素超过三十年了耶 我出家都三十年了 你觉得怎样 我可以这样过日子 不让一个众生 因为我的存活 而害怕 而恐惧 而赞抖 我可以活的这样子啊 然而你咧 你咧 你为什么让众生恐惧来活 而且每一餐你都要让他恐惧 这叫善吗 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所以人类有很多的善恶 是眼不见为尽的善恶 佛教说要去找到他的真实 不要做那种假装型的善人 你不一定真的善 你只是没有人类痛苦 但是你给其他众生痛苦 一只蚂蚁热锅上的蚂蚁都会这么恐惧 何况一条牛 一只猪 我们给爱一只狗 爱到立法保护毛小孩 但杀猪就认为理所当然 这是多分裂的精神啊 这人类多分裂的观念啊 精神分裂你知道吗 所以人家德国怎么说 只要是国家公费的国宴 通通要速食 他不从宗教出发 这是他们环保局长这么讲的 人家骂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他说我是从地球暖化的角度 我们德国一向是这么有道德的国家 世界最多的哲学家出在我国 那么呢德国的高中生考 考高中的考试最重要的分数 是哲学分数 不是物理学不是数学 整个社会在看的 是看出了哪几个高中生的哲学分数最高 人家是这样 所以他说作为德国的这样一个国家 优秀的民族应该领导世界 爱护地球 所以国家的国宴 是来自于人民的共同意志所出的钱 怎么可以领头去伤害土地呢 所以国宴必须要是速食 那么西班牙呢 追追了这条法律 他不敢做那么极端 他说国宴提供 有义务提供速食 有义务提供 他立法有义务提供 人家西方已经这样讲了 东方呢 号称文化古国的中国呢 文化呢 有一条戒律是这样吗 有一条法律是这样吗 我们在追寻 两性平等很努力 但为什么不追求众生平等 更努力一点 诸位把良知拿出来 作为公民社会的人 这就是佛教徒为社会该做的事 出海抗争 出去反应 对你的立法委员反应 那在大陆没立法委员吗 对你的官员反应 要反应到中央去才好啊 反应地方没用 这种是国家知识 反应啊 反应啊讲对的话啊 我们拥戴政府 热爱共产党 统治中国 但是我希望共产党更好 你先写这几句话 然后接着再去反应 你懂吗 这就是决心 这样了解 首先听懂道理 第二 拿出决心来 依着道理 甚深思维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第三 产生力量去实践 出在这里了 你会不会有力量 没有力量 怎么办 要宣誓 要宣誓我要做这个事 这叫做皈依 接着改变自己的行为 这叫受戒 接着修内在的精神力量 这叫做诵经做禅 光做禅没有用哦 要诵经 诵经才有道理进来 你做禅才能产生作用 不然傻傻的做禅 像个外道 像个石头一样 很爽而已 没有智慧 禅定很舒服啊 不用讲话很舒服啊 我这个人孤僻啊 我是独子 我很不喜欢讲话啊 但为了度众生 我得讲话啊 不然我会住得很舒服啊 舒服没有用 舒服只是你爽你而已 你没有智慧 懂吗 所以归依五戒 诵经修禅 增加内在的力量 你才能做真正的断恶法御 增长善法御 善法御从世俗善法御 增上到出离圣性决性的善法御 哦 不得了 你的人生充满价值 我希望诸位作为知识分子 无论是两岸哪里的 你们都是两岸未来的重要的 这个社会中间人物 你们要懂这个道理 我来做这个演讲 其实也是为这个事情 你要知道 今天这个社会 政治人物只是在败坏社会而已 只有什么呢 民间觉醒之人 才能够领导这个世界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企业家 你看现在川普是一个企业家 他好不好我们不谈了 你看他后来转成政治家 同样的道理啊 我们今后也是要这样 因为企业讲求效率 讲求公平正义 这些这种特质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们在企业当中工作 不要认为自己的力量弱 你们的觉醒就是公民的觉醒 公民的觉醒就是国家的觉醒 国家的觉醒才能够引导人性的觉醒 这叫做蝴蝶效应 蝴蝶虽然很弱 没有蝴蝶产生不了大海浪 当年孙中山革命不也是一个人而已 所以不要小看一个人 把那个觉醒拿出来 就能这样子断恶修善 是这个意思